內地方面來說會有這些經濟措施走出來 尤其是在7月3週傳媒之後 現在真的要等的這件事 當然它都推出了一些政策去關注房地產市場 而市場曾經一度都挺受落的 覺得它都很想去扶持房地產 但是銀碼不算很多 三千多億 另外我覺得現在不是說純粹是政府的政策的問題 而是最重要的就是買的人去怎麼看 究竟那個樓價的走勢 這個其實都是相當重要的 如果是這樣的情形之下來說 變成了我覺得內房的問題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每個月一些房地產公司公佈的銷售 有沒有真的改善 現在就不是說很明顯的 所以市場上升了這麼多之後 就開始去到十字樓口 其實你看到成交金額都有一些縮小一點 這兩天來說 大部分時間都在20天線或者保利加通道中族上上落落 尤其是我覺得有些主力的股份都有一些轉弱了 你以往來說 騰訊和美團就帶動市場是做得比較好一些的 就是在新經濟股份裡面 阿里巴巴一向都是弱一些的 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自從京東 還有這個阿里巴巴就出了一個可半股的債券之後呢 其實市場都關注一件事就是 就是隨時下一個 擔心那個騰訊和美團都有機會的 我覺得這個騰訊的機會可能會大一些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的回購金額是一千億 它變成資金的需求會大一些 還有你想想 早應該有些報導說 那九千多萬股就進入了SICUS的 即是快要開始可以沽 如果快要開始沽的話 有可能公司做回購就要比較積極一些 才可以令到股價沒有那麼差 那變成它在這些時候會不會 因為股價升了那麼多上來 會不會化一些可換股的債券呢 其實都是有這樣的潛力在那裡 所以這些因素就令到這兩隻股份就走不了上去 那你其他的股份就譬如說 830甚至乎941 那你的息率就去到差不多6多 那不是說不OK 但是你再升上去就可能沒有6厘的話 那些人又覺得不吸引 那所以你整個市就在一個很難 是有一個推上去的狀態 那所以在這段時間來說 我覺得港股可能減少少一些 就是進取營的股份 加上少少防守營 那防守裡面來說 電力我都挺喜歡的 那上個星期就有那個1798 就是跟大家說 其實它的走勢是好著的 你看它是破了一個92之前那些的阻力位 那今天來講那個市跌它都不是很差的 就是它都還是站在1992樓上 那另外來講呢 譬如中國電力 那這些公司來講呢 它是有煤發電之外 也有新能源發電啦 那兩樣都是挺理想的 那我只覺得來講是可以提高一些的 那所以變成了來講呢 就暫時在港股的政策就觀望一下它 會不會站得到在20線那些位置 就是18005、18004那些位置都重要了 如果失手的話呢 有可能 因為它始終還沒有測試過250線 就算你當它是一個叫做挺好的升浪都好 它是有些條件測試過250線的 就是如果你再不想 甚至是穿182 那就有些機會是要測試過250線 就是176那些位置 是啊 或者可能178 未必是很貼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刻呢 大家要做一點點的防禦措施 就不要說 好像早前呢 我想很多朋友上到1999就全程投入了 就是覺得市有機會上2萬2千多 就算它上也好 可能這一刻